我們這裏有10個已經在昨天被警方通知 會檢控我們人民力量的核心成員 我想這也是史無前例的 針對一個組織10個成員 其中有兩個是民選的立法會議員 一個民選區議員 但是主流傳媒對這段新聞沒有甚麼報導 可見香港就快回家了 如果在外國有兩個民選、人民選出來的代表 因為參加了火瓶示威 被警方去檢控和拘捕的話 這個一定是新聞 但是你看看今天的報紙 你就覺得這個社會是非常可憐 所以其實如果香港人再不反省 以為只是這班人在搞事 你就關人 這樣的話到最後就一定是自食惡果的 所以我們亦都不會因為這種客觀的形勢 就是香港市民那種消極退縮 還有在政治的氛圍裏面 你看到這些連民主派 這些所謂何俊仁、馮檢基 都是參加小圈子選舉 然後自己再畫一個小圈子來初選 這個真是方天下之大謀 香港民主運動就撞送在何俊仁和馮檢基之流的手中 幸好還有人民力量 還有社民連 還有其他那些敢於出來抗爭的年青人 否則香港是注定要沉淪的 各位 你試想一下兩個民選立法會議員 加一個民選的區議員 只是參加一場和平的示威 當日被人落買手扣 今天要檢控 你說這個社會仍然是很麻木的 那你說是不是這個社會是等於沒得救呢 所以我要呼籲各位市民 你一定要認清楚這個不是人民力量的事 是整體大家香港人的事 我們的權益已經受到這個特區專權政府的侵犯 最近這一年以來 政治檢控是一而再 再而三 特區政府為什麼可以肆無忌憚 去對那些和平示威的人 加以政治打壓呢 各位 就是因為我們香港的所謂民主派的主流派 一早就投共 民主派的力量會散 令到這個特區專權政府 包括幕後主子共產黨 可以肆無忌憚 打壓和平示威 正因為這樣 我們更加會堅強我們的意志 繼續公民抗命 無懼政治堅控 無懼政治堅控 堅持公民抗命 堅持公民抗命 沒有抗爭 沒有抗爭 打有改變 特區政府可持 曾蔭英權可恥 曾偉雄可恥 無懼政治堅控 堅持公民抗命 打倒無良特區政府 打到無論特區政府 堅持公民公平 抗爭到底 無懼政治節目 堅持公民公平 抗爭到底 打到特區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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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特區政府